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所以今天依旧不上班 也是感觉醉醉的呀 这周就上了一天班 零一个小时 估计也就能发一百多道这样子 勉强可能连饭都不够吃 那么我们今天来 今天赶上超市 到好像一直这个东西会打折 打到五月初吧 就是这个方便 就是饭就是拿微波炉 或者烤墙热一下 就可以吃的东西 现在特价是两块八毛五 很划算了 这个东西原价一般都要五六块钱一个的 两块八毛五很划算 就今天它有好像已经十种口味 今天买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马来西亚鸡 然后 这马来西亚鸡咖喱 然后还有这个大米饭焦饭的 然后这边的这只车车是羊肉和迷迭香 然后叫火锅 感觉很神奇的东西 竟然敢叫火锅 这个东西都是它都是有著名是97% Fight Free的 对面热量是米饭的 这个是442千焦 然后100克 然后羊肉是335千焦 每100克 就有点飞机餐 你要米饭还是要面条的感觉 那么除了这两个饭 我们今天还会试一个很牛逼的东西 这个东西看到我都害怕 它那果汁呢 各种口味都有 但是这个口味呢 底下的单词查不到 上面的单词 我想中国人没有不认识的 这个东西叫SARS 就是非典 而且这个其他 比起其他饮料的颜色 这个颜色黑黑的 感觉这个喝了就会中毒身亡的感觉 非典口味的这个饮料 这个真的很抱歉 单词我查 查过了查不到 所以我就只能叫它非典口味的这个饮料 然后还赶上了一个打折的咖啡 这个咖啡呢 为什么买了之前 之前它打折的都是那冰咖啡 这个很少打折 而且这个非常的牛逼 这个是99.5% 就是脱脂 然后还不含糖 我就想知道这咖啡的苦到啥程度 是吧 所以我们就先开始吧 从这个咖啡后来吧 咖啡先打开 因为咖啡是一个就是试味道 最好用咖啡啊 就每次吃一个东西喝一下 闻一下咖啡啊 就会fresh你的那个嗅觉 让它更灵敏 那么先试一下这个咖啡 完全是它写了不含糖 然后还不含脂肪 应该是脱了奶的 脱了奶的吧 每100克 每100毫升 170千角 哇那热量也挺高啊 那冰咖啡才300多千角 哎 不苦啊 那它说明它应该有其他的人工甜味剂啊 它里边含 含的配料有脱脂牛奶 奶粉 咖啡粉 和色素 还有甜味剂啊 甜味剂那应该是没有糖用的其他甜味剂 这个咖啡 不差啊 不差 那么非今天我顺便去因为车用完油了嘛 去加油站加油 我就顺便 因为加油了嘛 我消费了 我就跟那个小哥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微博炉去盯一下这个食物 小哥欣然同意啊 所以我就用微博炉去盯了盯了这个食物 刚才说的方便食品 那么我们先拿一个餐具出来啊 我觉得我这次终于可以用勺了 不用快动勺 因为它有一个东西感觉很稀 首先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个 哦 昨天说漏了是吧 我忘了说昨天那个视频的内容了 昨天视频主要是三个 呃 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那个是吃了一个 呃 就是一个部分是感谢 感谢我 就最开始的部分是感谢头一天请我吃饭的一个 呃 一个水果的买家嘛 啊 然后 拿拿手机放了三张照片 就是那个菜色 因为是呃 人家付钱的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现场拍个视频这样 所以就只照了三张照片 但是非常感谢啊 希望他们在国内的生意啊 希望呃 国内的视野 希望发达 生意兴隆啊 水果大卖 嗯 然后呃 因为那个小伙伴是广州的 所以广州的小伙伴你们可以吃到澳洲的葡萄 嗯 那么第二个部分昨天是试了一个很贵很贵的那个泡面 那个泡面是所有亚朝都有卖的 但是它价格非常贵高达4块钱 啊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中间有那个真的是它那个沙茶牛肉面中间真的是有一包牛肉的 而且那个牛肉的味道非常好 当然嚼了半天都舍不得咽下去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吃了一个呃 仙草仙草洞 然后很奇葩的那个仙草洞是荔枝味的 然后最后就很多扒的那个底儿 然后我又录了个二批来吐槽 因为二批我把那盖的拿那个工具给搞开了 就是为了抠出那个仙草洞 就是它不如国内那种利乐包装纸盒丝的方便啊 昨天的视频大概就这三个那种非常抱歉 非常非常抱歉 录录完了之后没有声音啊 那么今天先试这个叫这个 马来西亚咖喱鸡 鸡咖喱和米饭 那么就是长这样 我们打开看一下 姜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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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舔盖的阿富主啊 这个盖也不能放弃 盖没有任何味道 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啊 米饭和土豆 鸡在哪啊 鸡在哪啊 没有看到鸡啊 怎么只有米饭和土豆没有鸡呢 好吧 表示没完全没有看到鸡啊 看到一块鸡 好好好 有一块鸡 竟然有一块鸡在里面 那么试下这个鸡 完全就是白煮鸡羞肉的味道啊 然后但是它这个外边咖喱裹着一点点味 那么试一下这个味道 咖喱饭啊 它这个咖喱是很呛很呛的那种咖喱 然后饭呢 也应该是典型的东南亚的这种长粒米啊 长粒米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怎么煮都感觉它煮不熟 它这个米饭也果然是煮不熟的感觉 那试一下这个土豆 土豆也不够 也不够面啊 它那种脆脆的土豆 总之就是啊 除了这个咖喱吃到一点抑郁风情之外 其他的食材呢 是不够不够吸引人的 不过这个方便饭啊 也不能说太多 国内的很多自热的方便饭也没比这强哪去 不过这个东西需要微博炉才能吃 没有微博炉就像上次我用那个电饭包那个 你搞那一次搞很长长时间才能吃搞将近三十分钟才能吃 很不方便 那么 嗯 这个咖喱饭呢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我可以给六分吧 至少还算吃着没什么异常的东西 还不错 咖啡清一下嘴里的味道啊 以便吃第二个吃的更准 对于一个不喝咖啡的人来说喝咖啡是一个很煎熬的事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羊肉和尼迪香火锅 注意这个词是火锅 也很牛逼 这个我盯的时候就对它十分有好感 因为它比这个咖喱鸡漂亮得多 因为咖喱鸡感觉很多都是米饭 这个火锅呢 感觉料非常非常给力啊 你看 里面是长这样的啊 上面这个应该是 嗯 上面是马铃薯泥啊 下面是 就是这个火锅的部分了 也 然而也没什么东西 上面我先把马铃薯泥翻 把它翻过来 你们看得很清楚了 下面就是胡萝卜青豆和牛肉 牛肉依然只有一块呢 怎么 哎好吧 这个这家饭的特点啊 就是肉类只有一块 吃过就没有了 那么试一下这个羊肉 还有个羊肉没有脱山啊 山气很重 不过我发现它这个土豆泥啊 马铃薯泥非常的好吃 啊 这个这个马铃薯泥很好吃 是那种非常黏的马铃薯泥啊 国内的话吃马铃薯泥 除了一些电油马铃薯泥之外 像美籍还有马铃薯泥的 方便的马铃薯泥 就是你冲冲热水 就冲出一杯 味道也还行 缺点就是贵 好像土豆泥这个东西 南方的小伙伴吃的比较少啊 北方的小伙伴吃的比较多 说一句土豆泥 我觉得最好 印象里最好吃 最实惠的土豆泥是 可能15年前吧 还是10年前 10年前 我在长春 一个地方 吃到的一个叫做 黄金味道的菜馆 但我相信现在 它早已不存在 因为它实在太实惠了 我觉得那么实惠肯定会干亏 而且它的那个位置不好 在那个不叫刘日玉校啊 就有一个日本人在长春开的学校 是纯女校还是男女混 我就忘了 反正那个是完全是日式的一个学校 就包括进门鞋柜啊 就包括上课好 授课好都是日文的 有那么一个 有那么一个学校 在那个学校旁边 叫黄金味道 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的土豆泥 它那个 它特色 它店名叫黄金味道嘛 它最最牛逼的 就是那个黄金味道的那个菜 就是这么大一坨土豆泥上来 很爽 那个土豆泥做的也非常好吃 它这个土豆泥 我觉得也不错 相比来说 它这个土豆泥 我都觉得它这个羊肉 没什么了 羊肉不如土豆泥给的 不过不管多给力啊 我都没吃出它这个火锅的感觉在哪里 但是三块钱不到的一份饭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很好吃 那么 真正的猛事啊 敢于面对非典的 敢 真正的猛事啊 敢于面对 那个 真正的猛事敢 敢于面对什么淋漓的鲜血 是吧 那么我马上就要献出我的医血了 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非典口味的这个饮料 打开我会不会就昏迷倒地不起啊 它这个饮料有说要兑水的啊 最好是一份兑四份的水这样 但是我们就喝个浓缩的 死就死的快一点 对还没有介绍啊 这个东西每100毫升 120前9 这个是两升装的啊 三块钱 价格倒是不贵啊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很神奇 非电味的 好可怕 那么 那么 要来了 已经打开了 卧槽 这口味 很神奇啊 这个好像很像那个浓缩的沙士 国内很多城啊 国内很多城市可以买到一种饮料叫做黑松沙士 这个就黑松沙士就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兑了水的感觉 当然黑松沙士里有气啊 这个是没气的 这个就是没有气 但是浓缩的非常多倍的黑松沙士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黑松沙士的话 这个东西是会让你爽翻天的 但是它这么浓 喝的时候也要 这个真的要兑水 不对水真的喝不下去 我估计这一瓶够我喝很长时间了 那么 最近互动的不多啊 在视频里 我评论里 我看到唯一的互动体 有一个是问我 这个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问我 这个澳洲的S8回国能不能用 澳洲基本上是 我首先不建议在澳洲买手机 价格非常贵 那个S7的话 现在的价格和人民币还要将近5000多 在国内的话 S7不是曲面的 S7在这边还要叫900 将近1000刀 和人民币就要5000块 S7在国内的话 现在如果你的渠道比较好的话 其实去年4月就可以3200拿到了 现在我估计2800左右就可以拿到 但是在这边要5000块 S8的话 它这边的上市价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 是1400澳 1399就相当于1400澳 1400澳的话就相当于多少钱 就相当于7000块人民币 我相信这个价格还不是曲平的 直平的1400 这个国内的曲平 我相信只要4000多块钱 在这边要7000多 你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买 澳洲的版本是不是双卡双待的 因为澳洲是用8895的 它用三星自家处理器 自家处理器的副卡只支持2G 不像用高通芯片的副卡支持3G 而澳洲的话 已经在逐渐的关停2G网络了 所以说它双卡的话 实际是在澳洲的话 如果是副卡只支持2G的话 可能副卡就没有用 所以说澳洲的版本是单卡的 当然澳洲也有双卡手机 不是说澳洲不像日本 是完全拒绝双卡的 你持一个双卡手机去日本 两张卡都差的话 肯定没有一张卡都注册不了网络 必须拔掉一张才能注册网络 但是澳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澳洲是可以允许你使用双卡手机的 但是它2G网关停之后 双卡的副卡的话 如果只是2G的话 你是没信号的 所以说三星在澳洲卖的就是它所谓的国际版 这是单卡 单卡三星寄带的 三星处理器的 在国内的话 这个支持连通和移动的频段是齐全的 澳洲的卡手机 如果你买的是无锁版的话 它的网络频段是齐全的 是跟香港一样是齐全的 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漫游 只是不支持电信网络 所以拿买了拿回去用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不划算 所以说国内的小伙子买手机 我最推荐的还是去香港 你可以去一个网站叫price.com.hongkong 然后里边找到你所要手机型号最便宜的那家店 去那家店买就行了 一样的都是保真的 只要它上面标了是行货 基本上就是一定是真的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比你在机场免税店买还便宜 因为香港没有税 机场免税店跟市区一样都是不打税的 在澳洲的话 如果你可以退消费税的话 你买了手机回去的话 价格是跟 其实比国内 如果你买iPhone的话 退完税比国内稍稍便宜一点点 但是我仍然不建议你在这边买 因为它的退税期只有30天 如果你在澳洲滞留时间超过30天 你的iPhone就不能退税了 而且它的iPhone是 你买的时候就要先把税给了 出了国之后 一段时间它检查没有问题了 才会退给你 所以说退税有风险 建议你不要在澳洲买手机 这也为什么我手机摔了之后 一直在澳洲也不买的原因 就是非常的不划算 但是你的问题是 能不能拿回锅用 没有问题 在无论你用连通还是移动 都是可以完全支持的很好的 4G的频段的支持的很好 完全可以用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小伙伴问 在澳洲这边 还是问找工作的问题 说问白卡能不能帮助你找工作 白卡不能帮助你找工作 因为如果你是做白工的话 他顾虏要求白卡的话 你没有 你是不能工作的 但是你有白卡 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一个准入资格一样 你可以做了 但它不能帮助你找工作 你就像这个东西相当于你在国内 你说我小学毕业了 所有人都 就是所有的但凡出去找工作的人都小学毕业了 所以说你小学毕业没有任何优势的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优势性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准入你有了这个东西才可以做而已 然后白卡难不难考的问题 白卡的话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淘宝找黄牛 澳洲白卡一搜就有一大堆这个代考替考的人 你付个钱他帮你考下来 这个是最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 第二种方法是上网自己考 笔试的部分 就是机试的部分不太难 难的是最后电话面试那一下 他会电话里面试你们 问你十个问题 但是面试的话你是只能选择英语的 所以说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就很糟糕 我是打过两次电话了 都没面试通过 所以我现在在考虑申请 把白卡费用退回来 因为没取得白卡 电话里他会问你的都是判断题 只是问你对还是不对 但是十道题里面 你知道他那些都是考白卡上很多都是专业词汇 你听不懂的时候就抓下 而且好像是错一个还是错两个就不行了 所以说怎么说呢 如果你语言好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小伙伴找工作的问题 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你雅思不够四个七的话 四个六都白费 雅思不够四个七的话 你就几乎不要想找到办公室里工作 因为你持W working holiday 462签证过来的话 本来就是人家办公室是不愿意招你的 然后你语言还不行 还很难沟通 他就基本上气了 生活中没有问题 不代表你在工作中没有问题 你想工作的话 四个七是最基本的一个选项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悉尼租了学生的那种假期房 我就了解了一下 他们现在说大学里边 那个学生啊 研究生差不多 买十几个研究生里七八个都是中国的 所以说比你优秀的人多太多了 人家还是本地的学位 找工作都非常困难 我们是迟连本地学位都没有 基本上就对人家来说 就是一个文盲的一个状态 国内的经验 你不去认证的话 其实是没有效的 去认证可以告诉你 去认证也很贵 去认证要一万多刀才给你认证 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 而且认证周期非常长 你working holiday等不了的 所以说基本上不要想了 基本上你能找到办公室工作 那相当幸运啊 但是找不到的话很正常啊 所以说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我之前也说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working holiday市场上 你在网上找到信息 一般都是台湾 香港和马来的小伙伴提供的啊 基本上都是中文资料 都是这些人提供的啊 他这些人开放的比 开放年头比较长 而且很多都是回国之后 结束之后再写 一件事无论做的多糟糕啊 结束之后呢 回忆都是没好的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 我这个视频呢 每天都发 目的就是为了 避免这种回去之后 留下的所有都是好印象 我希望每天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大家 其实whv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 那个 想象那些书里写的那么好啊 这个还在花这个大把的精力来抢的小伙伴 你们需要仔细衡量一下 不一定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因为在你人生最宝贵的时间里边耽误掉一年 如果你2000的话就耽误到两年时间 是非常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的 那么 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儿啊 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